请收看 大家来学艺经 人的学艺经 最初感做好顺心 最初感做好顺心 人的学艺经 我来笑海台庄县 我来笑海台庄县 各位善心大德 显示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 真的感恩师父 开辟了我们大家来学艺经的平台 最主要就是说要让更多人 大家都来学起 我们中华文化道童 五千年来的大智慧 所以说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面 有很多人在自己的事业上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甚至身体或者是家庭 甚至小孩的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人的一生的形成吉凶或福 其实都是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但是这一定是这样子吗 有迹可循的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轨迹的视线 这又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 所想要去追求的一个谜哦 所以学习艺经你就会知道 因为艺经这个浩瀚无边的智慧 你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土城安心道场的圆甘法师 圆甘法师你好 主持人好 阿弥陀佛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来自维新圣教维新中 土城安心道场法名圆甘 阿弥陀佛 真的要恭喜圆甘法师 又要开课了 不过我这样给你这样 算一算算一算 开了十几班了耶 对 这不简单的耶 既然我们中门 我想我们的圆甘法师 他的精进努力 是有目共睹的 对这个我们 也维新圣教 易经风水学 易经沾卦普卦 这个妙法 你的心得是什么 在维新中里面 我们所学的易经的沾卜 的妙法 我们可以得知 易经可以知道过去 也可以知道未来跟当下 往往当一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求助无门 那我们如果 自己来学易经 我们当下 就可以自己 靠自己所学的 自己去沾 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又有妙法 来辅助我们 譬如说 刷到 那我们就有妙法 刷到 刷到 要怎么划刷 或是惊吓到 我们自己来搜 搜一搜就好了 那我们都可以 经过占卜 来得知 我们所发生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有一位贤士呢 因为他早期进来上课 他最大的感触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孙子 我们的儿子 如果人家不太好 都要带到白人 太疼 现在不需要 我们孙子 我自己来 你看看这个妙法多好 对 所以有这么多的 这些学员信众 慢慢地来参与我们上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妙法难闻 所以开个十班 这个经验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要恭喜原感法师 您说最近又要开课了 对 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十月五号 星期三的早上 我开这班是白天班的课程 是星期三的早上 上午九点到十二点的课程 一个月四堂课 每个星期三的早上 是 所以每个星期三的早上 如果您想要来上课 你有不清楚 或者是不了解 或者是你看到了 可能说哎呀糟糕 已经超过十月五号了 不用紧张 因为四个月之内 那你赶快来报名 老师都会采取 循环的教课嘛 对 学生认为说 哎呀我还听不清楚的 发问一下可以吧 可以啊 对 那四个月的期间 我们受课的方式 你不用担心说 现在才看得到 这个讯息 说哎呀糟糕了 这个白天班的课程 已经开了一堂两堂 会不会跟不上 不要烦恼 我们四个月内 你随时来 我们都会把 那个教过的那个课程 会穿插上去 一定会让你听得懂 学得到 很多的妙法的 我们师父 混元禅师所指派的 这些法师来授课 都不是简单的 大家都是跟随 我们的老祖师尊 跟随了师父来学习妙法 如是我闻的 一一的把这个入门的基础 来让大家知道 所以如果要报名呢 报名电话要打哪里呢 我们打土城安心道场的电话 02-22-688-583 还有我的行动电话也可以 0937-591-693 我都很愿意的为大家服务 谢谢 是 所以土城安心道场的电话 也就是这次我们元刚法师 他要开课 就是初级26班 早上的时间 9点到12点 所以你每个礼拜三早上 你就把时间空下来 如果你想要来报名 或者是要来咨询 了解上课的情况 或者是报名的情形 请你打土城安心道场的电话 就是02-22-688-583 02-22-688-583 那刚刚元刚法师说了 他个人的电话直接通的 所以就是0937-591-693 少写一个3 0937-591-693 对 好 非常好 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真的 我因为雅琪也是初级班上来的嘛 刚刚要上课的 我也是心理学员 那时候要上课的时候 我也有盲点 那您上课已经有开了十个班级了 学生的盲点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在我的经历之中 每一班在开课的时候 来新报道的学员 第一个就会询问 老师啊 我只会写字 我会认识字耶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好 听说已经很难很难 很难懂 很难背 我都会跟他们讲 一点都不难 也不用背 因为有我们师父专门的口节 教给大家 很轻易的就能够学上去 不用背这些烦恼 安住自己的心 来接佛菩萨的妙法 才是重要的 所以说上了易经的初学班以后 我后来发觉 当我们就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我就发觉电视上有一些演电视剧的 或者是他演了演员 说他会补挂什么 他那个手一拉起来不对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对 所以说真的 我觉得是很奇妙 但是呢 原钢法师 很多的初学者 都有一个盲点 但是如果说他们进来上课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通常我会用我自己 过来人的分享 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讲 我当初来上啊 我也是跟你们这样的心境是一样的 但是最大的收获 就是师父开示的 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用一颗心 问自己 我是不是要来学易经 我是不是要来接 诸佛菩萨传给我们的妙法 学这些来保护自己 又能够帮助别人 智力又智他 那你有一颗安定的心 你就在这边 就能够接到法 你如果是说带着很烦恼 一直烦恼说 我学不会啊 我怕学不会 那当然你的烦恼就牵绊住 你的心就进不下来了 那我授课的方式 因为我常常会站在一些年纪大的 大的长者的做法 我喜欢用师父传的掌绝图 我会画看图搜故事的 譬如讲到这个盲点的时候 怕大家说 也许会比较难 我就会用画图的 画手掌啊 画一些掌绝 让大家自己的手回去捏 又可以运动 不用去看电视啊 包括你去散步啊 你就可以手上捏 搭车的时候 我也可以用掌绝捏 也是手上运动 运动之下 你又可以激发你的脑力激荡 你就安住心 就不会去担心说 我学不会 我听不懂 至少手是你在你的身上 这支如来掌 对不对 这个长冬节就在这里了 对 在车上的时候我也会这样 以前刚刚我出学的时候 我只丑一毛 称是我卫生有血害 前队离正讯函 更坤 哎呀 都是太厉害了 所以说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白天有空 就是在礼拜三 就是吐成安心到场的 白天的课程呢 初级二十六班 原感法师要开课了 那你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因为每天给自己三个小时 每个礼拜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知道两年下来 你有多少的智慧吗 然后是累积的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报名 现在就赶快了 如果是不清楚 想用电话更了解 请你打吐成安心到场的电话 有师兄师姐都非常虔诚的来为各位服务 电话就是02-2268-8583 02-2268-8583 那为了表示诚意呢 原感法师你的电话 你就你自己报吧 0937591693 非常欢迎您 打电话来报名 我最希望法师报电话的时候 会报两次 0937591693 0937591693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经心法风水地理妙法 可是在我们的土城安心到场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啊 我们土城安心到场 如果你是开车的 你就可以到国道3号 土城交流到下 然后左转往山峡的地方 第三个红利灯的旁边 就加油站 跟玉山银行中间这栋大楼 就马上到 开车我们到场 有备有专门的车位 所以放心都有车位的 如果搭捷运的话 就是土城县在永宁站下 永宁站下往高速公路这边走 大约到到场10分钟 如果到最后一站下车的话 就是顶浦站 顶浦站也是往高速公路这边走 大约5至6分钟就到了 到场在马路旁边而已 是是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当然我想就说 原告法师是不是也是说 在我们一天三个小时的课程 也是有一样做占卜啦 风水啦 还有什么样的分配 我们授课的方式都是一 我们宗主混言成是师父所安排 教务处给的开课的进度的课程表 所以不是说只有专门一类 只教易经而已 或是专门只教风水而已 因为我们中文传的是 如是道的法门 也是一个大校法门 所以也有诵经 也有妙法 所以课程之中会有一经从出击开始到占卜到解挂 然后风水妙法 从你不懂的什么叫地理风水啊 青龙白斧啊 朱雀贤武 从最基本的指导你们 分享你们 还有教你们收金化煞 还有会教各位怎么样的念经 念经的殊胜功德在哪里 我要如何的诵经 才能够得到诵经的法义 我们担心啊 执女在外的时候 我来诵经回向给执女 我如果身体不舒服 或是生病了 我诵经回向给我们病 所以在传授易经 心法跟风水地理圣法 还包含了收金化煞 跟诵经的书胜功德的法仪的课程 是 师父一再开始我们说 如果你一味的只是学习占卜 一味的只是看风水 那无疑你就是在学术嘛 但是真正重要的呢 你要你学术 还有你的心法加入在一起 你才可以真正呢 包容万生万物 从这当中呢 可以得到更多的智慧 所以学习一经 其实一个立场 时间空间的交换了 但是光光说的这么简单 事实你要用心去体会 你就懂了 不过我想很多人一定会问 我来上入门课 初级班的两年 那这两年 我到底这两年里面 我学有多少东西 我可以学到哪里 我们初级班 初级就表示说我们都是不知道而入门来学习 那我们就是从什么叫易经 然后到我们的八个卦 再延伸到六十四卦 然后再教各位如何的占卜 然后再解卦 那一定是跟地理风水会结合的 地理风水的妙法 他的青龙白斧朱雀贤武 勾成腾蛇 这口诀 我们都要了解 所以还有加上祈福诵经 我们都是环环相扣的 观观相照的 不是说只有一斤的占卜 我偏重一斤的数科 但是譬如我要买一栋房子 我不知道这个房子 我沾出来的时候 我的房子的好与坏 我可不可以去买这栋房子 来长久居住 你一定要有地理风水的概念 当你沾谱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解卦 然后你也要有求神 拜佛 尽神礼佛 诵经的科医的妙法 跟文书的书写法 当我们人生病 或是子女要求学 要来考试 我在占卜的时候 他临门一脚 他心可能比较不近 没有认真的在念书 那我们要推他一把 要怎么推 我们要鼓励他设 祈福相岸 那祈福相岸 我们中文有妙法普传 里面非常的清楚 相岸的摆设 那考试就要动用到 考试的光明文书 求子有求子的光明文书 重病有重病的光明文书 路载有路载的文书 所以一经跟风水 跟拜佛礼佛进神 这是环环相扣 观观相照的 不能说独立而行 独立而行的 是的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这些信众大德 或者是学员刚刚开始在学习 你有家庭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小孩的问题 投资的问题 种种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觉得说不晓得怎么办 你徘徊在十字路口 你一来上课 马上就有挖壳 为什么 对 请教法师就好了 法师就会教你 撇步 你要怎么做 你的方法 要怎么样比较如法 这样子 你就可以很多的问题 消灾化解 得到圆满了 不过我想我们知道 就是说 法师的教学里面 刚刚提到就是说 有重视 溥义 还有风水学 还有诵经 为什么诵经这么重要 以前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 有诵经 刚刚开始诵天德经 我都偷翻 三十三天王 才诵到第几天王而已 可是现在诵经对我来讲 我觉得一天不诵经 整个人都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诵经 这么样的疏伤 诵经 我们一个人在世间上 宗教的信仰的力量 来自哪里 就是诵经的书胜功德 所以我每一次开课的时候 就有学院先会探听 这个老师 他会诵经 我要来写占卜的 我不要诵经 我都会跟他讲 在你的人生旅途之中 信仰的力量 来自诵经的功德 为什么 当你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仰仗神佛 仰仗诸佛菩萨 我们无功无德 菩萨怎么眷顾你啊 所以我们要诵经 先消灾解恶 将自己的业力消除 有一天我们有所祈求的时候 我们菩萨就会见顾 那我们诵经回向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我们维新圣教师父传的 老祖师尊所开示 是大效法门 主灵安 我们扬上子孙才安宁 所以我们诵经以后 我们可以回向给祖先 然后我们可以回向给自己 就叫自利跟利他的 一个诵经的功德 所以才能够造福自己 有能量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是这样 所以维新圣教尤其你来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原来我们中门就是一个利他的一个大法门 所以报告各位这个好消息 就是在我们的土城安心道场 初级26班要开课了 以后我们的圆刚法师 他来亲自来授课 也就是10月5号 礼拜三上午 就是9点到12点 你一个礼拜抽出三个小时的时间 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 只要你可以抽出这个时间来 你一定得到太多太多的法益 所以如果你要报名 你要记得 那土城安心道场的电话 02-22-68-85-83 你也可以打圆刚法师的电话 0937-591-693 0937-591-693 如果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说我先来试听一下 来了解我的能力到哪里 可以的 都可以欢迎电视机前面的 有缘的善性大德 当你想要学习一经心法 风水地理圣法 还有诵经祈福 这种种的法医 你有一个疑问 我先来试听 可不可以的 欢迎你来听 到底我们中文 传授的是什么的法医 你来接法以后 你再正式的上课 都可以的 欢迎你来上课 阿弥陀佛 是 所以说我们知道 刚刚圆刚法师一直在提到 就说你诵经 就是像回向这个法界 回向所有的 你想要回向的 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讲说 诵经就像我们 一般我们要去赚钱 要来养活家一样 但是这个是要累积财富 诵经是不是也是在累积 个人的功能 就一直诵经 但是有一天 当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神佛帮助我们 福气福报就来了 对对对 这就是诵经 是积功跟累得 就像我们存款一样 我今天存100块 我明天再存个50块 后天我存的1000块 我一直存存存 存的很多 我有一万块 我有一天 我想要买这个佳祭 或是想要去旅游 我随时就有 那诵经的功德就是这样 我积功累得 有多少我积多少 我就回向多少 回大向小嘛 回向给祖先 我们也回荡到 给自己的子孙上面 是 所以知道就是说 因为亚琪也是初级班过来的 那时候要去上初级班的时候呢 我就很疼 就说哎呀 我如果说先看一些书 然后呢 在我们法师呢 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先懂一点 就要跑到书籍去翻书 一翻 哦 书籍这么困难呢 我怎么学啊 差点放弃 所以说 还没有入门的 这些初学者 就是学习义经 应该 您刚提到就是说 怎么来就是 反正听就是了 对 要空空的来 然后带满东西回去嘛 可是这个是很困难的 是不是要把心静一下 对 心静最重要 既来之 则安之 将你一颗心 诚心学佛 学法的心 坐在课堂上 这样就好了 到两年后 你就会发现 我是空手来 但是我带的是 满载而归的 佛菩萨的妙法 然后自己满心 翻习的心 然后度自己的一生 用这个妙法 保护了自己 保护了自己的家庭 还可以用妙法 广传出去 跟很多人来截散言 是 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知道 学习易经 风水 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来学易经 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 已经开课二十班了 现在开的是初级二十六班 经验非常的多 身为一个入门的导师 很重要 因为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但是有些人真的 就像我 我的了解就比较慢 我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发问 或者是家里有问题 法师会去跟他了解一下吗 会的 课堂上 如果你比较 衔接不上的 你都可以发问说 老师可不可以再倒带一下 我们都会用 前节课的复习 这节课新的 我们会穿插进去的 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请法 都可以去帮你服务的 是 我觉得师父很慈悲 师父也很厉害 每次问正计班的人说 我现在这样说 你们听到有没有 如果大家很茫然 都没说话 是否说 这样我可能 还要成功的 他马上知道 学员们眼睛直直的 憨憨的就是有问题了 所以说 要跟对了老师 而且每一位法师 都是师父指派的 每一位都是跟师父学习 有二三十年以上了 所以你要赶快来学艺经 那你如果说 要参加我们这次土城安心道场 就近的这些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亲戚朋友 刚好住在土城 欢迎你 赶快来参加我们10月5号 远刚法师所开课 上午的9点到12点 礼拜三 那报名的电话 02-2268-8583 如果是远刚法师自己的电话 就是0937591-693 我们上面都有写得清清楚楚 你也可以一边听一边记起来 今天谢谢远刚法师 跟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 大家来学艺经 欢迎大家 每个学艺经 公司聚好 没去心 没去心 每个学艺经 收音 无上 好健身 好健身 每个学艺经 家庭温温 一条心 每个学艺经 国家社会电台电 国家社会电台电